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專題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南美洲的選舉 南美洲的國家巴拉圭最近有選舉選出總統 包括他在眾議院參議院和州長等等 選舉結果是執政紅黨推出的候選人培尼亞勝出 這個新聞雖然這裡寫塔尼亞 我怎麼都不會打錯字 因為他不會來做培尼亞的 但你看看他的名字 Cyndiago Peña 我大約講一講 我也不太懂得西伯雅 雖然是自修西伯雅文的 但是當然學不懂 那時候剛剛大陸出了很多不同的文字 圖書的叫做蓬佩發展 每個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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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就是什麼的 你會發現很多那個叫做西方文字 那個N字呢 很重音的 所以 即是N字是N的 它的N字本身 但是英文的音沒有那麼重 所以會有很多譯了尼亞 你按照什麼去讀尼亞 所以占文也是Nia 有些是Nia 其實是同一樣的 但是因為它們的N字很重口味 正如法文的R字重口味 好像有H字音 巴希 就是Nia 或者譯了尼亞 譯了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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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選舉 之前的民意調查 和很多次在亞洲新聞講的民意調查 都是同樣不可信 因為在選舉之前 一路去講 應該是勢軍力敵 但是最後結束的結果 就是執政紅黨 大勝十幾個百分點 大熱地選出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講講 這個國家和政治方面 這次他勝出的是執政黨 就是紅黨 紅黨其實它全名叫全國共和協會 是普羅拉多黨 因為當地是以西班牙文作為主題 雖然他叫紅黨 他很強調紅色 但是他跟共產主義沒有關係 反而是一個 在巴拉圭來說 是一個很右翼的保守派主義的黨 而且他這次贏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看了很多分析 都是說 因為他歷史悠久 所以壯具很齊全 令到很多人 世世代代都是貫政投票 所以令到他維持大勝 而事實也是 由1947年執政以來 到現在 中間只是選輸過一次 那麼多 即是繼續執政 是的 本來今次巴拉圭會變天 是的 誰知道他現在保持 七十多年來 都只是有五年時間 沒有執政 而講回這次的 執政紅黨的候選人 或者現在是當選人 塔利亞 其實他的履歷也算很完整 這是同一個人 左邊是當選者 右邊是他主要的競爭對手 OK 英俊很多 你說吧 這個紅色衫這個 沒錯 年紀也輕很多 44歲 而剛才說到他的履歷也頗完整 因為他在23歲的時候 去到哥倫比亞大學讀經濟 然後也是公共管理碩士 回國之後 就任巴拉圭央行的經濟專家 亦都入過IMF工作 在2015年的時候 受當時的總統去提拔 然後兩年之後就答應為裁長 雖然提拔他的前總統 一直都同一個黨派 後來被美國制裁 就說他重大貪腐 甚至與黎巴嫩真主黨有過重甚密 但是也不阻礙他 今次塔利亞籌款 你講塔利亞 什麼 你講塔利亞 陪利亞 剛才在想譯名 想了一會 沒有影響到他的籌款 或者做一些選舉工作 所以最後也等他選贏了 而今次我看很多華文媒體 關於巴拉圭總統選舉的報導 最多的蝙蝠都是在台灣的媒體 因為他認為台灣有邦交 沒錯 為什麼是華文媒體呢 因為現在看回 之前我們講過《紅都拉斯》的時候 也有看過這張圖 而巴拉圭其實是吳美洲 台灣唯一的邦交國 只有巴拉圭 所以巴拉圭和台灣的關係很密切 也有很多的報導 甚至乎我看到有些有趣的 就是他們拔切到什麼程度 在巴拉圭當地 是有這些蔣介石大道 蔣公石像 在巴拉圭當地 即是台灣人去到 市場市場市場 即是說 如果台灣人去到巴拉圭的時候 會很有親切感 沒錯 蔣介石 其實他是西班牙文 Ave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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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經常去澳門的人 知道那些寸法 葡萄牙文 差不多 OK 而這次 除了講這個選舉之後 其實在整個選舉期間 關於其中一件事 去討論得最多的 就是對中國的關係 因為剛才說到 既然巴拉圭是台灣的邦交國 在不久之前 就是講洪都拉斯 與中國建交 與台灣斷交 而現在南美洲的國家 會不會跟著呢 變成今次其中一個 總統大選的 日本討論話題 而他反對黨的候選人 今次雖然選輸了 即是左邊這一位 就是阿萊格雷 他是支持與中國建交 他的論點就是 巴拉圭的出口 就是以大豆和牛肉為主 即是現在這個 選輸了 選輸了 即是左邊這一位 所以他一直都是與中國建交 是的 他一直都是跟中國建交 因為他說 巴拉圭出口 以大豆和牛肉為主 而中國呢 就是剛剛好 是這兩樣最大的買家 大豆和牛肉 最大的買家 但是如果保持著 與台灣的邦交關係 要出口去中國 就沒有辦法直接去出口去中國 只能夠在外地 然後再轉口給中國 當然就賺少了一大陣 造成巴拉圭的損失 而台灣呢 他甚至乎說台灣要彌補我們的損失 這個損失了 這個參選者 這樣說 那麼 而且 講到 但是對 這位選贏了的 培尼亞而言 他反而覺得 與中國去建交 是沒有什麼特別大 所以他在這個話題裡面 也是其中一個焦點 那他有什麼論點呢 他有什麼論點呢 就說與中國建交是沒有什麼好處呢 說回一些記者會的時候 記者就問這位選贏了的培尼亞 他就說 巴拉圭如果與中國建交 可能經濟利益會比較大 那麼 這位培尼亞呢 當時是怎樣回答呢 他說 巴拉圭有四分一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就不認為與中國建交 貧困的情況會減少 如果要減少貧困 就要去做更多的公共政策 擴充教育 醫療機制等等 提高投資 在這方面 台灣至今 對巴拉圭有莫大的幫助 那麼 究竟有幾大的幫助呢 雖然我沒有看到一個 實質的數據 但是 這位選輸了的候選人 曾經也說過 他叫台灣去用10億美元 去金援他 如果你要支持我的話 希望有磅水10億美元 作為一個投資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 他看到台灣對立陶宛很富裕 他所謂 立陶宛也給那麼多 立陶宛也不是你幫交國給那麼多 你是幫交國給我多一點 是的 他中間也說到 對立陶宛好像援助了60億美元 你對一個不是幫交國也只是60億 那些幫交國應該是一體軍殲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 立陶宛人頭是怪貴的 是的 而培尼亞也被記者問到 在這20年來 看到巴拿馬 哥斯達尼加 薩爾瓦多等地方 跟台灣斷交 令到這些國家的貿易量增加 難道這件事不具美力嗎 那培尼亞也就是選贏了總統的這位 當選人就說 他說 完全不具美力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專家 觀察過非洲的情況 甚至中國有幾大影響力 但是 剛才所說的國家 沒有因此而變得富裕幸福 應該就是他所說的 就不是 國際貨幣基金是專門對第三世界 國際貨幣基金 是專門對第三世界的國家 沒錯 所以整個巴拉圭的經濟 如果以 它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它有超過40萬平方公里 在說兩個廣東 兩個廣東站那麼大 所以南方是比較小 因為南方國家一直都比較小 台灣也有6萬多平方公里 3萬多 3萬多平方公里 現在是大概40萬 40幾倍 即是十幾倍 即是十幾倍 多少人口 但是人口呢 連香港都不及 只有670萬 而它人均GDP 但都不算是未營國家 未營國家可能只有幾萬 幾十萬 而它人均GDP水平 大約是科索玉 匪制 就是伊拉克 但這世界上有接近兩百個國家 是的 它都排一百 它證明這世界上的地方都幾窮 中美排五百多 差不多 好像是 因為現在 應該再前一點 因為已經是1萬3 接近1萬3美元 一年 還有馬來西亞 那些差不多 變成了中國 是 而剛才說到 跟中國或台灣的關係 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貿易上 而說貿易的話 巴拉圭這個國家的貿易 因為它是內陸國家 也主要是農業 所以大家看到它出口 主要都是大豆 粟米 肉類 全部都是農業的製品 佔大頭 很好的 然後 如果我們說回 它和中國的貿易關係 其實一直以來 它都出口很多 去中國 它應該是內陸國家 它是conclave 是內陸國家 於是它要經另外的水路出口 沒錯 它完全在南美洲正中間 所以它出口比較困難 你叫我講的話 這些國家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是純粹是賭國 是死亡一條來的 就是菲律賓、印尼 那些都是很嚴重的 雖然不是死亡一條 但是 所以你會覺得印尼比馬來西亞 那些是靠著大陸 然後再有是 再有是見到海的 兩樣都有 那個發展會比較好 它這些很難發展 是 內陸國家 其實一直都是比較難去搞 對 沒錯 瑞士 瑞士不同 以前的時候 一路瑞士都是歐洲最狂的國家 是打兩次世界大戰 打到便會有錢 是 都很難單靠自己 作為一個內陸國家去發展 是 但是巴基歸應該 他之前打過很久內陸 所以會有問題 巴基歸如果沒有記錯 巴基歸應該是 他曾經打過很久內陸 之後 男人都可以一夫多妻 規定一個男人要娶很多老婆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他之前曾經試過一段時間 是很傷很傷的 是 這些事情真的要問你才知道 我特別關心一點 是 特別留意 所以巴基歸和中國 一直存在著一個很巨大的貿易逆差 你說大豆和牛肉 中國也不缺 但是中國反而是出口很多其他的工業製品 去到巴拉圭那邊 所以每年 例如2021年來計 是存在著三十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巴拉圭曾經有一個流傳 一男人一定要娶五個以上的老婆 如果不是就什麼 但是這就是謠言來的 不過他應該是這個 就我所知 是 雖然是很多地方 在非洲二十五個國家 雖然是七個國家合法 但是並沒有包括巴拉圭 不過就我所知 應該是 因為不是現在 是因為之前的時候 打內戰的時候 一百多年前 就是之類的情況之下 是曾經有過一段 就我所知 我不是說完 就是現在是沒有的 是否死人太多就要快生孩子 沒錯 因為他的死人太多 因為巴拉圭的時候 是內戰的問題 是 就算去到現在的人口 也不多 670萬 而剛才說到貿易 其實跟台灣的貿易 反而是順差的 即是他出口大豆牛肉去台灣 台灣都會要的 所以每年都有億多美元的順差 是 所以說這個關係在這裏 而剛才看到 現在培尼亞 就一直去說 自己雖然紅黨 他的黨派和美國的淵源都不算少 但是他說他不會做美國的傀儡 是 是 但是這件事 其實我有少少看法 我在收集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反而有少少覺得 是會不會他才是最大的傀儡 因為 為什麼呢 我看到他的履歷 你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 在IMF那裏做高層 這些全部都是很美國的事情 沒錯 所以他就死了 OK 不是內戰 他是巴拉圭戰爭 所謂到百多年前的事 164至1871年間 巴拉圭和三國同盟 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打 那你就是死得了 然後呢 這一場最致命最血腥的國家戰爭 對他人口打擊極度嚴重 那他死亡的數字是 沒有望得知 結果就被人打個啪啪聲 那就是 死了15萬士兵和平民 他們 這場戰爭其實他算打得不錯 因為總共死了44萬 他們都是死了一場 但是打了這場之後 就是 一直都很傷 就是這樣 就是這場戰爭的時候 就要一夫妻妻 據說是這樣 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現在就是沒有的 但是巴拉圭娶很多老婆 這一個秘密一直都存在 OK 因為他打了幾個都是硬爺 相對來說 就是巴西 另外兩個地方 所以現在 剛剛完了巴拉圭方面的選舉 接著接下來 就有很多來到中美洲的選舉 也都因為之前我們說 由雄都拉斯開始 一路令到 接下來就輪到危地馬拉的選舉 會不會在這方面 中美這個議題方面 都會繼續討論建交還是斷交等等 沒錯 這個就要再看 要看他哪個選贏 是 大師將有沒有補充 沒有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一下巴拉圭 因為我知道大家對巴拉圭的理解 可能都是來自世界盃的足球隊 他試過打到八強 巴拉圭 好像是十幾二十年前 打到八強 但是這次又可以理解一下他的政治 好 今天的專題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就像我們 stopping 從刀子裡 左下 真心燈 這邊 我們第一條 unique 當口 inst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